我们将用户的这个具体的数据通过我们的这个Hydrider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Hydrider 通过我们的Hydrider把我的输出的数据先做一个策略 然后将我的时间给转换了 那么我们回到注册页面 回到注册页面 那么在我们注册的时候 我们还要做一些什么事呢 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又注册了用户对吧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验证我们这些用户的用户输入的数据 这一块的其实在前端的话是JavaScript做的事情 那么到后台的时候呢 应该变成我们PHC去处理这些用户的数据验证 以及用户的数据验证以及这个用户的数据的过滤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用什么去做呢 在在CFR里面提供了一个组件叫InputFelter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Form来讲 它提供了叫InputFelter的一个组件 然后呢我们在玩任何的组件之在CFR里面如果玩任何组件你都要考虑是否有ServiceManager支持 然后呢我们去找一下这个InputFelter 这个Play跟这个Manager这个类 一看 那么它就是支持这个插件管理器形式的 当你知道有支持插件管理器形式的时候呢 OK你要去 你要去 你要去 Module页面里面 好 你去Module页面里面去找一下有没有这个InputFelter provide interface 好 有的 那么说明也就是说我的InputFelter也可以把它注册在我的ServiceManager里面 当然你这边选的时候不要选错了 因为这边有两个Provide interface 所以我们要选ModuleManager的Future里面的这个Provide interface 好 当我选完以后呢我们要实现里面的抽象 实现里面的这个方法 我把它写在起来这里好了 然后里边返回一个空数组就好了 好 当我返回一个空数组以后呢 那么考虑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我这个InputFelter的一个具体的写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写在我这边文件夹已经建完了 我写在这里 然后呢我把InputFelter和我的这个模块和我的这个form所对应起来 比如说我这里有三个form 那么我InputFelter应该就有三个form 所以 第一个呢我先建一个 叫U的Best 我就叫U的Best 当然是PHP 好 Namespace写上 好 然后class为U的Best 那么我们的InputFelter呢 呃 其实需要去将用户呢 继承我们的这个InputFelter组件里边的这个InputFelter这个对象 然后它里边提供了类似于我们的数组 呃 类似于我们的form的添加的 呃 比如说A的 呃 方法 主要就是添加一些呃 呃过滤或者是验证 好 所以我在这里继承一下我的这个InputFelter 好我要继承它 那么我们呃 也就说我的我的 在我的Controller里边 在我的Controller里边 在哪里添加InputFelter呢 是在这里以前以前为了我我让程序运行呃正常 所以我直接牛了一个空的InputFelter 然后添加到form里面去 这时候form做验证的时候呢 会把每个form去做这里的呃数据的过滤或者是数据的验证 当然我以前因为是空的所以数据永远是验证正确的 好 所以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要通过 通过ServiceManager去取出 什么 去取出我们的InputFelter 呃 取出我们的InputFelter 然后呢 将它填充到这里来 所以呢 我在这里先写一下 呃 这是我们的注册 InputFelter 等于New一个InputFelter 啊不是New一个Felter InputFelter 就等于我们的 DisserverLocator下面去取我这个服务 好 那么呃 我这个服务呢 首先呢我们需要在 呃 InputFelter这边去注册一下 呃 去注册一下 那么 好 好 首先我注册一个Invokables 好 OK 好 Invokables 注册完以后呢 我先写一下我们的 呃 呃 这个叫K 叫Besser UderBesser 对吧 好 那么这是我的呃 服务名 我指向我当前的服务 好 那么我这个InputFelter config呢 已经完成了 呃 然后呢我们怎么去 呃 怎么去取出它呢 我们在Controller里边怎么去取出它 也就取出呃 取出这个服务 取出这个服务呢 它会帮我产生这个实力 对吧 那么这个服务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首先你在这里取呢 你不能直接取 因为你先要取到我这个 InputFelterPlayGameManager 然后再能取里边的 因为我注册在module里边 注册在这里的时候啊 它其实注册注册在 不是注册在我们ServiceManager 里边 而是注册在一个叫InputFelterPlayGameManager 里边 所以我们要先取出这个对象 取出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我们通过呃 它的它的一个名字叫InputFelter 呃 Manager InputFelterManager 应该叫这个啊 我们来 我在这里打印一下看看 呃 我在上面上面做 因为这这样就打开页面就可以调试了 好 我来看一下 ok 能取到这个InputFelter PlayGameManager 好 取到以后呢 我们将这个 在这个里边再去取什么呢 啊 类似于我们这个FormElementManager一样 啊 再去取我这个 呃 我注册在哪里的 啊 再去再去取我这个啊 但是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三个 呃 register ok 然后这里改一下名字 那么它要继承我的UserBest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在这里先把这个服务呃 服务注册了 呃直接叫UserRegister 呃 UserBest呢 一般来讲不会直接用 都是拿这个UserLogin和Register直接用的 好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服务去取出那 呃取出我这个UserRegister的这个实例 好 那么这这样去就是我的一个 呃 InputFeltManager对象 对吧 然后呢我们通过 InputFeltManager去取出他的这个 呃 KP的InputFeltUserRegister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就是我们的InputFelt 对吧 好 我们来看这个InputFelt能否取到 把它移上来 这样我就不用Post了 OK 已经能取到我的KPU的InputFeltUserRegister 好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可以继续呃 去 去完成这个每一个InputFelt里面应该做的事情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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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